那我本人跟余茂春来会晤的时候 也是一定是保持了这个安全的距离 并全程没有脱口罩 特地强调防疫坐好坐满 要选北市议员的赵一祥 两天前的这场会面被批示防疫破口 隔着圆桌合照 长进的赵一祥曾有驻美经历 后方的就是川普时期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 两人私下见面看似很合理 但余茂春是美国外宾访台团之一的成员 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得到 那我想问的是赵一祥是用什么身份 难道他还是现在驻美政治组的组长 不是嘛 他只是一个名人 我觉得他身为这个吴钊燮的爱将 也不能这样子特权的去利用外交泡泡的这个办法 然后去接近余茂春 和赵一祥同要角逐单文山议员的杨之斗 看到图片满头问号 毕竟国际访团旋风来台脚步很紧凑 但不是政府或政党官员的赵一祥 却能私下见余茂春一面 其实杨之斗如果要质疑的话 也可以质疑他自己同党 因为余茂春也是有跟这个 他同党的一些人 也有私下有一些聚会 把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和余茂春见面 也搬出来讲两人隔空互酸 而对此争议外交部也回应 在庞佩奥访台期间各项官室拜会 私人会晤等都遵循外交泡泡模式 相关防疫计划指挥中心也已经核定 我们在外交泡泡的时候 就是要专人接送外宾 然后还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 但要事先报备 看来政府对政府的外交泡泡 还是有些个人例外 TVBS新闻崔重群花绍萍 叶峰为李怡婷 台北采放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